月黑风高夜 移住马路中间 却上演着这样奇葩的一幕 一只花豹像个舔狗似的 跟在豪猪的身后 丝毫不顾及严密 可豪猪身上的尖刺 却又让他不敢轻易靠近 豪猪无语 别追我 没结果 但就是甩不掉这凡人的家伙 花豹深夜的也杀豪猪 最后能得偿所愿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管花豹怎样纠缠 豪猪始终不为所动 面对豪猪满身的尖刺 花豹一时间也泛起了难 哎呀猫呀 这玩意太扎嘴了 显然 这只豪猪也不少 花豹的每次偷袭 都被豪猪当场揭穿 不过 此时的躺 只想赶紧离开 毕竟身上的刺有限 扎完了可就完完了 为了让花豹打消年头 豪猪直接使出了看家本领 浑身一动 就为花豹安排上了针灸体验 一套服务下来 豪猪潇洒转身离开 徒流花豹趴在地上残跤连连 还得自己清理身上留下的工具 这年头 看来 这恐怕要成为暴声污点了 医生要抢的花豹 哪里忍得下这口气 接着又冲上去 但徐黄往复 花豹身上的刺越来越多了 更气爆的是 豪猪得是更加嚣张起来 竟站在原地不动 说真的 多少有点无奴的意思 可是有什么办法 花豹还忙着乏死你 我太难了